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0月10号 11号 主要是11号了 出卖了香港人呢 他遭到了报应 所以民主党就对他进行了弹劾 突然进行弹劾调查 方向是表现在 表现在这个 佩洛西突然的改变了他原来始终不愿意弹劾川普的态度 那这个过程呢 是指川普 中美贸易战是人 香港反抗 香港的抗议是地 那最终在中国将出现巨大的天灾 人祸 刘伯温说的这个石仇 那是天灭中共 这是我们跟大家就 可不是今天说 我们早说过 我们也解释过 共产党不会死在川普手里 川普会表现在他的 他的 他的 表现在他的 怎么说呢 他的选择上 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 这不是当年的里根 当年的里根的概念 不是当年里根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当年里根的时候 里根在他里根的年代 面对的苏共 那是一个共产党灭亡的阶段 但中共自大之后变得更加的强大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对吧 所以还可以学里根 但是呢 时间过去了 性质不同 可能有些朋友根本就听不懂 说这是前后这关系 时间是个神 一切都在改变 我就说句通俗的话 对吧 18岁大姑娘 就是一朵花 81岁的大姑娘 就是个老太太 18岁大姑娘 想怎么生孩子都能生 大姑娘结婚就生啊 81岁的 想生 生不了 而有 有生的 努力吧 对不对 都是女人 女人就是生孩子 都是妈 那她为什么能生 她不 才时间嘛 绝大多数人就连这么简单的 自我的生命道理就看不懂 就看不懂的原因就是她在其中 我们就跟大家解释过 这是一个三部曲 川普的作用完了 我不开玩笑 川普的作用完了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这是川普不能够战胜中共的 不能够在共产党死在他手里 不可能 她利益 亦与利益相挂钩 这天地间最大的利益者 你能够 你川普能够战胜 人之初性本恶吗 你川普没那么黑 对吧 你也不懂得 那人之初性本恶之原处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所以在有关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的层面 高过了中美贸易战 而中美贸易战 中共的惧怕是惧怕了 美国人的价值观 我今天在节目中 我说美元上印证 你God we trust 你知道那句话有多厉害 那句话就像一些老道贴的符一样 你想想吧 什么叫贴符 孙悟空当时给贴了个 啪 往五指山上一贴 贴了个咒语 贴了张纸 那孙悟空他就出不来了 美元在一分钱上 到一百块钱上 全印着ing God we trust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所有的美元都有这句话 这是一个巨大的正念之场 贪婪的人在使用钱财过程中 他根本没有能力想象 但是钱财的本身 他对钱财的那种热爱 本身却促成了 这钱币上这句话 本身所带来的那种力量 涛歌坎丰人 很多朋友说好听 我在今天再讲 昨天前天我们都说这个概念 云中子在谈妖怪的时候 叫妖粪 粪围的粪 说妖粪笼罩着身宫 这个粪围 妖怪恶的东西都讲粪围 好的同样是讲粪围 在中共环境当中 你看春晚在过去的时间里 那导演一定弄成红色的 那出来唱歌的那个女人 一定要穿红色的 那个红跟中共红旗的红是一个红 跟红领巾的红一个红 那是什么 那是人的血 习近平 对不起 10月1号 招鬼上身 他上来先拜三个血旗 叫行注目礼 什么扯驴蛋吗 他就是因为他上次左手举手 他笨蛋笨到这份上 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笨蛋 他向三个旗去行注目礼 结果他就跪倒在鬼的血之下 没跟你说就驴蛋 朋友说涛个骂人 骚啊 真骚啊 真骚啊 那驴骚到什么份上 原来我在农村待过 所以你看那个弄碾的 碾小米也好 碾香油也好 碾老玉米豆也好 一定把那驴眼睛给蒙上 为什么 公驴见着草驴 草驴是母驴了 通常叫草驴 公驴见着草驴 它疯了似的 草驴见着公驴 它也疯了似的 那大石碾的这么大 一米宽 一米八 大概有六十公分厚 那石头啊 整块石头 那驴弄着那石头就跑 就非要找那草驴去 就到那份上 共产党人就这个 所以那他要 要狙击力量 他其实习近平 拜那三个血旗 跟他招鬼上身是对等的 而他表面的理由 是掩盖他左手的敬礼 掩盖自己的笨蛋 缺心眼 无能 所以那个 他那之后 他有本事了 那鬼比人有本事 他也觉得自己有本事了 这是我们讲 所以 我跟大家解释过 不可能共产党死在川普手里 早期我们就跟大家讲了 我说那些推崇川普的人 单纯推崇川普的人 闷散野了 对不对 他在十月十一号 他在讲话中 就已经 他要达成协议 他说习近平要协议 他比习近平更需要协议 当习近平招鬼上身之后 他习近平就能够压住他 习近平能压住他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场面 我跟大家解释 没有对错的 昨天 我们跟在涛哥砍风神里 我们看到了 对吧 杜元席 咔嚓 剁了脑袋了 这个 梅伯被炮落了 然后商荣 辞官回家了 这里面有三个人直接冲上了 咒王 云中子是一个 但云中子在所有的 跟咒王聊了一天天 只字不提 打击 所以云中子不要人中的结果 只劝善 当他知道咒王把剑烧了之后 他留守师牛脸走了 有朋友说 那他留守师 他还是有想法 他没什么想法 他告诉人们 一切都是天定的 他告诉所有世俗的人 你是笨蛋的 一切都是天定的 那梅伯跟杜元席 杜元席是写了奏本 最后遭杀的 但杜元席在奏本上提到了 达基 梅伯干脆是当着达基面 跟咒王骂他 还有商荣 那骂他 他就弄了袍落了 杜元席跟梅伯 试图阻碍历史的车轮 商朝玩去 而他们的认识 没有云中子高 他们总想尽其最大可能 尽忠 要把咒王拉回来 要保商朝 他们的错误在这里 所以那里是有利益的 他为什么他弄不过 等现在来讲 他弄不过习近平 习近平不怕死人呢 那个是鬼 他是人来的 他在追求利益上的时候 他就在鬼之下 绝不在鬼之上 所以他就完了 他就完了 这一篇翻过去 没有他对错 大家也不用仰仗说 美国人如何 不是了 我一直强调 这是个过程 嘎巴一下 这是个过程 完了 但太多朋友寻求结果了 这是咱们早就提到了 原因是因为刚才 刚刚才两个小时之前 川普提到了 谈到了香港问题 昨天晚上 参议院已经把 众议院已经把法案 签好的法案 递在他的桌子上 川普罕见开枪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我 香港会在14分钟之内消失 基本就吹牛皮了 这是他生意人 跟利益者的表现了 14分钟 他说是14分钟消失 现在香港难道没消失吗 对吧 是他救了香港吗 不对 是美国总统 是美国总统 是美国的社会价值观 美国的国家价值观 所以这个大家 要仰仗人去拯救香港的朋友 那今天老天爷在教训你 老天爷教训 接受福克斯电话采访 开枪谈到香港局势 他不得不谈了 有关人权法案 他没有直接回应 只是说 同时支持香港人和习近平 美国媒体形容他的言论暗示 他可能不会签署法案 他不签署法案 这件事情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什么麻烦 是他有麻烦 法案是 是参众养养 全票通过的 如果他不签署 他等于与全美国人民为敌 因为那些议员是 所有议员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对吧 这是第一个 这是一个概念上 就是说在这种社会 是国家社会的形式概念上 是这样 在一个技术层面上 参议院 众议院 全票通过 当他否认之后 他只有否定 如果他不签署的话 十天之后自动生效 如果他不签署的话 十天之后自动生效 也就没他什么事了 如果他否定的话 就等于倒向了习近平 出卖了香港 倒向习近平 这个时候 他习近平 他一定要从习近平手里拿东西 那习近平给不给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问号 他现在 没什么别的 他现在在拿 香港人权法案做筹码 在逼习近平 所以因为川普要要他的协议 远远胜过这个 远远胜过这个 协议这个这个法案的本身 问题在这里 我们一定要与香港并肩 但我同时与习近平并肩 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非常好人 我们我希望他们能解决问题 这基本就是放驴儿屁了 这就是这放驴儿屁 他是生意人来的 所以这是筹码掉码 在同一天 习近平同样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发表的主要是中美贸易谈判 所以现在的肯定在这 而习近平想拖 想拖他 那川普再拖 也就十天的时间 那协议签不签 所以呢 这是两个老男人相互 在公开环境下 在香港为香港事件 为平台的时候 相互在玩 两个老男人在瞎玩 因为时间定在哪了 自己正平衡美中关系的 优先事项 我支持自由 我支持一切我想做的事情 但我们正处在达成历史上 其中一个最大型的 贸易协议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可以做的 那就好了 为协议出卖自由 这就是他说的了 所以这个话就完蛋了 对吧 香港人已经死人了 香港人已经遭受了伤害 香港人已经遭受了这 所有这一切 所以这是一个生意人 人与鬼对垒当中的自然的摆落 但他没有意识 他完全没有意识 所以我这里强调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战胜共产党 你不要指望 谁都不要指望 你的指望任何的指望只是败落 那他川普为什么这么出现 要告诉今天所有面对这件事情的朋友 你真的认为可以天灭中共 那你就从中超然出来 从这种苦难中超然出来 从你寻求的结果中超然出来 这可是我们节目中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尽可能的怀有一颗平静的心 对吧 云中子去跟昼王谈 不说打击 但说有妖怪 杜元喜在字面上写出有妖怪 梅博是当时骂他 说你跟昼王 你跟打击鬼混 暗无天日 那你现在搁谁 能骂谁也受不了 对吧 所以这是三个境界的人 面对同一件事情 表现不同 但梅博的事情 遭到了正面的回应 直接就 动物把他杀了 那是梅博自己表现出来 如果梅博的话得逞了 昼王听明白了 把达基杀了 风神演绎这段故事就没了 这段历史都没了 就连文王想演绎周易都演绎不出来了 人把自己当回事 但是在生命的层面中 它就像一件衣服 你穿不了多久 只能换新的 不是你喜新厌旧 是你梅屁死了 每一个人都死了 死了就等于这衣服烂了 烂了你还穿吗 你穿西服是一种礼仪 这烂了 那还叫礼仪吗 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这是对所有人的一种教训 对所有人 达基出现 连女娃自己也承认 不是达基出现就加速了商朝的灭亡 没有 该哪天还哪天 只不过达基出现 他演绎了人间的善与恶的历史 因为人是被神 被他 被这个女娃造的 这段话就等于是出卖了香港人 对吧 华盛顿邮报说 他为了达成协议 有可能否决该法案 但他的前提就是说 那你得跟我签呢 你得按照我的版本签呢 这是他一直坚持的 那不按他版本签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里面最关键的火猴就是说 是川普先否决 法案呢 还是先跟习近平签 火猴在这里 以川普的性格 他肯定先要 你先给我签 对 你给我签完了 你答应我 跟我签完之后 我再 我再否定这个 那习近平肯定说 不行 你得先否决他 你否决他 我才跟你签 我也不怕打 习近平今天也说话 所以他们将在这上 两个老头 两个老东西 围绕着香港的问题 谁也不相信谁 而谁在先 谁在后 其实僵局在这里 僵局在这里 那习近平 川普并不是真喜欢习近平 对吧 他只不过是习近平说话算数了 那在这里就是 我跟大家解释你 你能够明白过来 大家要明白过来 利益之人会出卖的 出卖 接受福克斯访问 习近平指习近平之所以保持克制 没有派兵对付香港 是出于他的要求 如果不是我 香港会在14分钟之内消失 这就很难去兑现了 对吧 我觉得这就很难兑现了 如果他真是按照他的要求说的话 那在谈判当中 他提出了要求 对吧 你不能进兵香港 他说在习近平在香港外 住了100万士兵 他自己要求他 请不要这么做 你正犯下一个大错误 这对贸易协议 有着巨大的负面的影响 当他这一补充 这是他一直这么说的 没有什么要求不要求 香港用得了100万兵吗 他里头住的军人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生意人的话 这是自我吹牛皮的话 这个基本就这样了 他现在的中心就是 他用所有的话 这个话是说给别人 是说给习近平听的 我该办的 给你办了 你得把合同给我签了 所以他还是认为 他的合同 面对合同 对他的威胁性 就中美贸易协议 对他的威胁性 远远超过对习近平的威胁性 原来他不是这样 现在他是这样 原来不是这样 是习近平也认为 贸易协议对他打击很大 现在的习近平 招鬼之后 他不怕中国出乱子 他不怕中国衰败 他不怕中国死人 因为鬼是不怕这些的 人怕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协议非常接近达成 想达成的 说他想达成协议多于我 我不及于想达成协议 但跟对方表明 这不可以是一个对等的交易 这基本就是胡来 他能骗了谁 他现在这句话骗不了习近平 根本骗不了 隔谁都 因为他就没改过任何态度 我觉得对所有人是个教训龙 对不对 对所有人要明白 川普只不过扮演了一个角色 只此而已 打击也是扮演一个角色 他对应的是天意 我一再强调 不要在人中想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 要知道这是个过程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的善恶的选择很关键 那川普在这样的行为中 有着恶相当恶的成分在其中 但他的出现是有理由的 川普的这种利益的心态 在教育的所有在这件事情上 期盼 川普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你只能相信神 你不要相信人 战胜鬼 这是人最笨蛋的地方 最笨蛋的地方 我看川普可早跟大家说到这步了 是不是 不能那么干的 但不是任何否定他 是他生命的界限 就连这话都听不懂 梅伯就是梅伯 所以被炮落了 云中子是路斯还是温儿 不瞎说吗 对不对 云中子叫我实不思 他不去云中子不去阻扰时代的车轮 云中子不去阻扰天性 天线 这个天意 云中子只是在天意的过程中 劝善 珍惜生命 梅伯 他的境界只能阻扰天意 但是在人的层面 他是正义的 可是他是个大臣 好人 而好人办错事 这是高界所 因为他求结果 他非要跟周王说 不成你就得这样 他不就求结果吗 对不对 不成你必须得听我的 你这你就是一个昏君 他是昏君 也是历史的必然 梅伯看不透这一点 习近平出席彭博经济论坛 代表团再次提到 要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 与美方达成协议 中国不会主动发起贸易战 但不怕打 这个话他又重新说了 不怕打 我一会儿在另外节目中说了 这里面就是习近平跟川普在唱双簧 那这就意味着什么 谁先要什么 是习近平先答应川普的协议要求呢 还是川普先答应习近平否定人权法呢 这是关键点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